农民现实当中,那一个导游他在练功修复自己身体 这个时候来神了,上了身,站了身 当时在房子里面,他需要静 然后他就写下了一个字,让我帮他忙 结果我转身就走 他当时一把抓住我手,那个力气不是他本人的 你看就不一样 然后我说我去关窗,他才撒开 这神仙他也不是万能,各自其之 他的神如果走了神,那也是 这跟人也可以理解一样,只是他这个术法上比较高深 让千里安是不是修复这个功能 当然了,也需要一定的心境 心境之后呢,功能到了 就像人家,我们说流氓会无数 也在看他这个心,去怎么用这个功能工具 那好多地仙 那好多地仙啊,我们下节课说 他功能都很厉害,但是他就要先有人身 那人身为什么宝贵 说千里安顺博尔 说千里安顺博尔 他是这方面的特长 他也就是一个技术工程 你说玉帝 他不一定这方面就行了 你当领导的他具体的实际操作 那能一样吗? 什么都让他干 他第一个没精力 第二个,他不一定是这种技术特长 那技术呢,你可以由这个入道 再叫闲人 而后才是圣人 所以他从基层干起 他大概知道这个情况 就好了 不一定他做的领导 没有员工做的好 那这才对 但是他整体都了解一些 然后上来 那才叫总经理 我们说还有 说这个神仙管什么 那曾经有一位 说他上一诗 那当然这个我们只做参考 自己说的 那这一辈子他也是在盗门中人 也会 会点小小的这个 神龙法术吧 人 都有命 我们反复说这个 猫有猫的命 狗有狗的命 人都有一个大的轨迹方向 而当他走偏的时候 我会把他拉正 这是第一个他要干的 当然也不是全天下的人 这也是个大事 可能是管一个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 就这个人 他这个寿命啊 该死的时候没死 你也会让他想办法 你在医院抢救也不行 我给你下点 放弃 那你的这个 又完了 我该活的时候没活 我也救你一下 他有自己的职责 各自其职 要不然怎么会出现好多 一部分 所谓童子 犯了错 因为他失职了嘛 神经的有失职 但我们电视也没少看 都懂这个道理 我们通常说的这种散心啊 自由自在这种境界 这种神经还是比较少 上天都是有 正式的编制那种神 如牌位的 所谓公务员嘛 但各有各的好 但散心遇到事的时候 有的时候 没他事 有的时候也要请他 也闲不住 也要做事嘛 总要做点什么 只是相对的比较自由 那也不是什么让你干 你想干嘛干嘛 那不行